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.肢体感觉异常 5.严重者肢体干性坏居 病因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因主要与吸烟密切相关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体征主要有 患者肢体远端皮肤温度较低 颜色苍白 远端波动减弱或消失 患者抬高及下垂试验仅能说明肢体有无缺血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辅助检查方法为 1.计算怀弓指数 评估缺血程度 2.影像学检查 包括B超 CT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等 即学即用 行医必备 就在医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